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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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你是说有人以阿姨的名义 给你寄来了一个礼物 不是生日礼物 是我妈写给我的信 准确地说 是给十八岁的我 上面还有一张卡片 约我去后山剧院 后山剧院 不是传言那里闹鬼吗 等等 你说阿姨给你写信 还约你去闹鬼的地方 阿姨不是早几年就过世了 我也知道是有蹊跷 先不说了 我现在要去剧院 看看到底是谁 等我等我 我也要去 二十分钟以后 后山剧院门口集合 你不要擅自行动 听到没 这是哪里啊 好重的霉味 看起来是一个废纸的房间 手机和钥匙 都被那个人拿走了 苏少言 苏少言 希望那个人没有等到苏少言来 四周没有窗子 很黑 好大一面镜子 陈设看起来 像是一位女性的房间 太黑了 先去找找 有没有可以照明的东西 八十年代 原来 已经是四十年前的故事了 读起来像是一段三角恋 日记的后半段 感觉日记的主人 已经接近神志不清的状态了 应该是产生了某种幻觉 这里 应该就是日记主人的房间了 主人便是照片中的女孩子了 笑容很甜蜜 手上带着钻戒 看样子 是刚刚发生了什么 让她开心的事情 她身后的镜子里 是一个鬼影 这本日记中也提到了鬼影 看来这不单单是幻觉的原因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踩着这把椅子刚好可以看清上面 这里怎么会有鸟笼 是装饰吗 哎 拉动绳子可以改变龙子的位置 这看起来太压抑了 挂在这里应该很久了 龙子都已经腐坏了 里面的鸟还算看得清楚 哎 这些鸟儿有些眼熟 在哪里见过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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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